台中县有两个孕妇在街头巧遇到债主了 竟然不顾两个人大肚子请逞兄 带债主拖拉强压上车 甚至把人给载走控制他们的行动 警方寻线追查到车辆跟两个孕妇 直知道说原来大肚子还当街来犯下 鲁人勒索的勾当 觉得实在太荒唐了 寻线追查远警跨去办案 找到犯案车辆 女嫌犯逃不了当场落网 原来是两名女子犯下鲁人勒索 大街上把人掳走强压上车 并控制行动 凶残的行径却在远警追查下 意外发现两个人都是孕妇 是因为 也是因为最近刚发院没有几个月 所以说她男朋友又在看守所 她的生活比较拮据 所以说她要将这个钱跟她收到回来 生怕日前被追捕的男友陶窜石受伤 被掳走的女子当天到看守所探视男友后 却在台中市一处停车场狭路相逢 与两名孕妇碰面 因为要不到钱 孕妇居然逞凶掳人 刚好是突发状况就是当时在现场看到对对照这个被害人 因为她一直要跟她所调这个金钱的关系 所以说才会当面跟她跟她带到车上去做谈判 两名孕妇伙同朋友把债主卢走控制行动通讯远警寻现破案 看到身怀六甲的孕妇而且一次两个人联手犯案 如此行为做了不良抬轿让人相当傻眼 尊信我李文斌台中采访报道